各位朋友好 我是Jester 最近鬼滅之刃是很夯 劇中主角必須面對許多惡魔妖怪 其實日本傳說中也存在著許多著名的妖怪 其中有三隻強大的妖怪被日本傳說封為三大妖怪 我們來一起看看 九吞童子 根據世今時代的玉茄曹子所記載 九吞童子原本是在月後師中修行的小和尚 月容貌過於俊秀而造來他人的嫉妒和陷害 讓他逐漸產生惡念惡念越激越深 最終他化為了妖怪九吞童子 另外有另一個版本 說九吞童子原本為一吹三神明之子 但他因為心中有雜念而被高增察覺 最後被趕出了寺廟 九吞童子最終來到了丹波國大江山上 聚集了一大幫惡鬼 並以此為據點開始在周邊地區作惡生事及燒殺魯獵 而且還會吃下婦女和兒童 在民眾中引起相當大的恐慌 傳說中他是一個由著英俊少年外表的妖怪 專門勾引處女 到時候便將他們的頭割下來做食物 或者是勾引女性後 把他們囚禁起來當作奴隸使喚 並升回頭目率了一群惡鬼作亂 因為四九所以稱為九吞童子 因為當時許多婦女和兒童失蹤 傳說中的陰陽師安倍啟蒙進行了一次戰譜 確認婦女和兒童都是被九吞童子抓走的 於是當時天皇下時命令元賴光即討伐 於是元賴光率領杜邊剛 板田金石 瀑布祭武堆井真光前往討伐 這四個人也被稱為賴光四天王 在三處神社的神幫助下 元賴光一行人騙過一眾妖怪喝下毒酒 最終全部被他們殺死 九吞童子被元賴光所使命到鞍鋼斬殺 這把刀也是我之前影片所聽到的 童子切鞍鋼 大天狗 天狗是日本最廣為人知的妖怪之一 對日本人來說 天狗的存在是件恐怖的事情 天狗臉是大紅色 有著長臂子 有點像長臂魚人身材十分高大 背後有一雙翅膀可以自由的翱翔於天空之中 具有將人類撕成碎片的力氣 他們穿著修行身符魚木及手持寶散 住在深山之中具有神力和超能力 能夠幻化施展咒術 甚至能改變天象 具有讓人類感到恐怖的力量 而其中 從德天皇時後化身的大天狗 更是被稱為日本三大妖怪之一 而他為什麼會化為妖怪呢 他的故事其實蠻悲慘的 他是日本第75代天皇 5歲就懵懂繼位 22歲正值青年卻被廢位 之後從德的兒子也無緣天皇之位 於是他內心極度壓抑以及扭曲 最終發動了政變 但無奈失敗 最後被流放至戰棄國 他被流放後開始傾心於佛教 並抄寫起金術以祈求戰十字的名符 並作為自己反省的證明 花費了數年時間抄寫大量金術後 從德將他們上交給朝廷希望能送到在京都的寺廟裡 但是被白河上皇懷疑 那些金術帶有詛咒和退還回去 遭到此對待的從德感到極度的憤怒 咬斷舌頭用噴出的血在那些手抄金術上寫下詛咒的毒誓 我願為日本之大魔王擾亂天下 取名為皇取皇為名 從此 從德上皇劈頭戰法 也不洗澡修剪指甲弄得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 最終帶著滿腔憤怒的痛苦過世了 從德過世後成為怨靈 以天狗之之在人間作祟 引發了許多災惡 最終為解決這件事 朝廷與從德上皇的陵墓附近 建立寺院白封寺來祭拜並追陣從德院的忠好 以認定從德上皇的怨氣 九尾湖欲藻前 在東方關於妖湖的傳說 從古至今的時候是不勝媒劇 而其中最有名的應該是日本的九尾湖玉藻前 他最早似乎在印度出現 後來流傳到中國 比在夏節時化成為魅琪 在桑舟王時化成為大吉 最後又到了日本化成為玉藻前 玉藻前本來是鳥羽天王的嫔妃 由於其美艷竟人能歌善舞聲的鳥羽天王的垂愛 其後宮三千寵愛余生 傳說中玉藻利用妖湖的魅惑之術 引誘著天王整日和那循環做了無星朝鎮 並吸取天王的驚氣 使天王日見憔悴終於久病不起 這件事也逐漸引起了群臣們的差異之間的憤慨 於是他們邀請當時的陰陽師 安倍泰成查明真相 除妖斬魔 安倍泰成進行占卜後 識破了玉藻前的本體 知道他是白面金毛九尾妖湖 隨即施展曲妖之術時 玉藻現出了原形 世紀敗落後他逃離京城 躲避到納序爺 鳥羽天王因納序爺領主請求 派軍討伐 命安倍泰成率領八萬大軍出陣納序爺 九尾湖有九條尾巴 相傳他九條尾巴可以有不同的能力 尾巴搖動時可召喚雷火風地震洪水等 同時九條尾巴也代表九個靈魂 而且九條尾巴除非一起斷掉不然可重生 重生後有新的力量 面對如此強敵八萬大軍死傷慘重 最終經過慘烈戰營後 他被劍貫穿並砍下頭顱 由於原神不滅 最後將他化身的殺生死給封印 而九尾湖 在現在許多日本的漫畫中也曾出現 像是最有名的火影忍者 以及靈異教授神美都有九尾湖的身影 以上三個就是被日本稱為三大妖怪的強者 但其實有隻魔物我覺得是超越這三個的存在 在日本創世前就存在的隱藏頭目 沒錯 那就是八旗大蛇 之後我們有機會再來介紹 謝謝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 也別忘了幫我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